接着就问一下航运股的chart room的Hugo留言 他说航运股19193位是否避免 其实实际的看法我觉得不差 因为其实几只都发卖了一些第一季营起 或者本身的基本因素现在都很强 但是你说短期的走势的确过去这几天是转差了 虽然之前我自己譬如上星期也有说看得OK正面 但是这几天的走势是比预期为之差 那我同意的如果你说短期来计 可能现在就先沽望一下 也不是说完全不要想不要看不成 但是可以看距离怎样走 如果有机会做好其实才重新考虑会好些 因为所谓走得比较差的主因就是 刚才提到基本因素业绩业务所有东西是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过去这几天的股价这样跌来之下 一样初步比如1919都跌穿到250天线 因为这个位置过去都关键的 因为其实由去年说整阵升浪到这一刻来计算 其实你看到几次在250天线都是能守得到的 就是譬如去年10月份那一转一跌就弹了 第二天到刚刚今年3月份两次叫穿一穿过之后 都是上得回去 那变相就要看看今次了 因为昨天跌穿过之后呢 现在虽然说叫微微靠稳一点 但是那个升的动力就不是特别强 所以就未真的叫修复回到250天线先 如果你说能够站回到二明天线 大概13个半楼上都能够均匀的 我觉得你那一刻才再进场坡 继续走着过可能是上升的通道或者区间呢 那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接近短期 譬如今天也好 或者下个星期初回来也好 都是站不回到250天线 纵使基本的数据不差也好 那宁愿再等下先 才能再部署会好一点 那所以短期这些位的确可能股目下会比较合适一点